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可真舒服啊 大家好我是姐姐 小朋友们中秋节放假吗 我和麦琪放三天假 刚刚好像有人在敲我家的门 这让我有点害怕 因为现在是深夜 到底是谁在敲我家的门吗 这真的非常奇怪 因为现在外面根本没人 村民们都在睡觉 所以到底是谁这么晚来找我 可能是麦琪我想我应该去开门 并且看看谁在外面 好吧我们现在知道了 门外根本就没有人 等等等等等等 哦天哪这是什么人 我想我终于知道是谁在敲我的门了 他们是强盗 你说的对姐姐看来你很聪明 就是我们在敲你家的门 哈哈哈哈你已经掉进我们的陷阱里了 你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 哦天哪我想我现在应该快点跑 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你们永远都抓不到我的 你们这些愚蠢的强盗 哈哈你竟然说我们是笨蛋 我们一定会抓住你的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哦天哪这里也有强盗 我们必须赶紧躲到麦琪的家里去 嘿麦琪快点开门 我是姐姐哦天哪她好像睡着了 能不能有个人来救救我呀 这些强盗想要绑架我 等等我现在该怎么办 强盗正在追我 他们打算绑架我 小朋友们你们得为我加油 或许这样我就可以躲过他们的追捕 快点为我加油小朋友们 我可不想被这些愚蠢的强盗抓住 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的性命现在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了 哦姐姐别想现在有人会来救你 今晚就是你的末日 你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这种情况下跟一只无头苍蝇一样逃跑 其实是件非常愚蠢的行为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向我们投降 对你来说这就是结局 这是不可能的 我绝对不会向你们投降的 小朋友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永远都不能放弃我们要勇往之前 哦天哪他们还在追我 哦不好这实在是太疼了 我现在再也跑不动了 他们迟早会抓住我 不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想我应该躲在某个地方 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想到我会躲在这里的 太好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发出什么声音 并且不要站起来 看来我们已经跟丢他了 但是他不可能跑多远呢 他到底躲哪里去 我肯定他就躲在这里的某个地 哦天哪他是怎么找到我 你在这里结结 我找到你了 你现在再也逃不出我们的视线之外 你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 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现在已经将我包围了 所以你被我们抓住了结结 这就是你的结局 哦天哪这实在是太疼了 我感觉现在浑身不舒服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头跑哪里去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你们看到了吗 我的头不见了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呀 爱妈呀 昨晚睡得可真舒服啊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 Good morning各位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你们的好朋友迈气永远和你们一起 我昨天晚上做梦 梦到有人一直在敲我家的门 这真的非常可怕 但是还好只是一个梦而已 等等我的天哪 什么情况你没看到了吗 这是结结的头吗 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结结的头就在我的眼前 但是这怎么可能 结结现在在哪里 哦天哪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 如果这又是结结的恶作剧等话 那真的太过了 这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这里还有一张纸条 我想我应该看看 你的朋友现在在我们的手上 你永远都无法拯救他 这是给你的警告 等等等等等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结好像被人绑架了 然后强盗把他的头 放在了我家的门口 哦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小朋友们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们可以一起找到 绑架结结的凶手 我们一定可以找出 幕后的黑手的 然后解救出结结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该做什么呢 我现在就在结结的家里 很明显他现在不在家里 但是我该怎么办 我该如何解救我的朋友 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根本无法一个人找到他 我想我需要警察的帮助 结结你是怎么被那些强盗绑架的 我很乐意帮助你找到你的朋友迈起 但是首先我们得看看 这里有没有什么线索 也许我可以和小狗一起找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有用的线索的 给你这是结结的头 并且这里还有一张纸条 也许他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嗯等等这听起来很有趣 但是谁会想要绑架结结呢 而且还要把他的头留给你 也许我的小狗可以从这个脑袋上面找到线索 快来小狗从这个脑袋上找找线索 他真的很棒 看来他已经找到了踪迹 他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 让我们快点追上他吧 麦琪 他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 澳天内他好像发现了结结的血迹 这真的很有趣 他到底是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结结或者强盗的踪迹 我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出错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警察 结结是我的朋友 我现在很担心他 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希望他没事 你们根本无法想象 我现在有多么的担心他 我真的希望在你的帮助下 我们最终可以找到结结 我真的希望如此警察 哦太好了 我想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怎么回事显然痕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们将我们带到了一栋房子门口 我想我们很快就能解开迷藏了 我现在得敲门试试 这房子看起来真的很吓人 我可以看到有人过来开门了 是谁在外面敲门 哦你好警察先生 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下午好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失踪的市民 也许你应该认识他 他的名字叫结结 我们刚刚在来的路上发现 这些血迹是指向你家的 这真的非常奇怪 你不觉得吗 我想我们得进入你的房子里面看看 并且询问你一些问题 什么结结失踪了吗 说实话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更不知道结结是怎么失踪的 我想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听我说警察先生我什么都没有做 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昨晚一直待在家里 我才不会听你的一面之词 不管你在隐瞒什么我们都会查出来的 那为什么结结的血迹直接指向你家 这真的非常奇怪 我会送到警察局里去 并且组织一支支援队来这里 哈哈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朋友麦琪 你太愚蠢了快点离开这里吧 等等你在说什么 可以别走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原来你就是绑架结结的人 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我会找到证据让你为此付出代价 还好我的家里有火箭筒 他可以帮助我打败你 我想如果我将他的房子炸掉的话 他一定会非常后悔这么做的 你们全都要为对我最好的朋友结结所做的付出代价 我会让你亲口说出结结的下落 我希望你最好现在就投降 尽量不要惹我生气 好的我现在就要炸掉你的房子愚蠢的强盗 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结结在哪里 还有你的同伙在哪里 快点滚出来愚蠢的强盗 在我找到我的朋友结结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停手的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哦天呐你到底对我的房子做了什么 你竟然使用火箭筒毁掉了我的房子 你就是一个白痴 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老实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朋友结结在哪里 请你现在让我一个人静静 你真的疯了 我现在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 你就是一个骗子 你就是绑架结结的强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你我也能自己一个人找到结结的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哦小朋友们我现在该怎么办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我现在该去哪里找我的朋友结结 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哦结结无论你在哪里 我希望你现在没事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非常想念你 等等等等等等 你们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结结的身体 哦天娜原来他一直待在这水里 我真的非常高兴可以找到你 嘿麦奇真的是你吗 太好了我很高兴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快点救救我麦奇 我昨晚被那些可恶的强盗绑架了 哦麦奇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哈哈结结我差点忘记了 等一下我现在就将你的头放回去 哦天娜谢谢你救了我麦奇 并且还要谢谢小朋友们的帮助 没有你们麦奇是找不到我了 这次的冒险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朋友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打算改造我们两个建造的雕像 并且我们两个之间将会有一场比赛来看谁的雕像建造的更好 改造雕像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可以作弊 你同意这个比赛吗 麦奇 当然了结结 或许我们应该为这个比赛设置一个奖励这样会更加的有趣 当然了结结我觉得要是有奖励的话我相信会更加有趣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开始 让我们赶紧开始并且利用这些方块来将这个雕像升级吧 OK结结祝你好运 我相信我一定会获得最终胜利的 不要再吹牛了麦奇 就算我闭着眼睛我都可以将你打败 但是我会利用更好的办法 这个人是首席雕像建造师 我需要雇佣别人来帮助我建造雕像 好吧我的建造工人已经来了 准备好了吗麦奇 我等着你输给我之后给我的奖品了 Hello村民建造者们 谢谢你们来帮助我建造我的雕像 我已经和你们的老板谈过了 你们一定要要将我的雕像好好的改造 记得多利用一些好的材料还有漂亮的材料 不要用那些泥土派来敷衍我 我可不想输给麦奇 好吧村民建造者们 我们赶紧开始施工吧 我们可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 但是我们会尽力将我们的工作做到最好的 姐姐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这一点都不公平 我该怎么办 我又没有钱给那个建筑商 虽然规则里面并没有规定这个 但是这真的很不公平 麦奇你知道的我从不违反规定 但是我也不会和你一样将全部的钱都拿去满冰淇淋和蛋糕 黑伙计们加把劲 我们首先将这个黄金手表给搭建起来 麦奇我早就和你说过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将你打败 我只需要坐在那个地方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哈哈麦奇准备好一个奖励给我吧 虽然我还没有想好我需要什么东西 黑伙计们我们已经成功将黄金手表给搭建好了 我相信这个黄金手表节节部主会喜欢的 让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吧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村民建造者们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黄金手表 哈哈麦奇我的工人们正在休息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是利用泥土来搭建手表的 虽然不怎么好看 但是我觉得会很实用的 我觉得麦奇做的这个并不像手表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菜园子 哈哈麦奇你真的很擅长建造菜园子 我相信以后你的雕像一定不会缺少食物的 听好了村民建造者们 我有很多的任务要交给你 我想要将我的雕像改造成为更好的营养 这次你们利用绿宝石给我的雕像搭建一双靴子 我觉得绿宝石的靴子非常漂亮 就是感觉有点贵 听着伙计们 我们又有活干了 现在让我们赶紧行动起来 将这个绿宝石靴子给搭建好吧 我们不仅要速度做得很快 还要做得很漂亮 多亏了之前我们已经买好的材料 好了村民建造者们赶紧开始搭建吧 我想看看你们到底会搭建为什么样子 你们之前的手表搭建的很漂亮 这次我来看看你们的靴子怎么样 放心吧 结结雇主 按照这个建造速度 我们很快就可以将这个绿宝石靴子给搭建完成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建造商们这些全部给你 你的建造工人们我很满意 放心吧 结结雇主 我们已经搭建完毕了 完成最后这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麦琪看来你的速度还挺快的嘛 手表居然已经搭建完毕 并且好像已经开始搭建你的鞋子了 什么没想到你的头盔已经制作完毕了 你真的很厉害麦琪 很显然你拥有很丰富的建造经验 听好了建造工人们 既然你们已经将手表和头盔建造好了 那么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搭建这个头盔了 顺便说一句 我本来没有想到建造这个头盔的 但是麦琪建造的头盔给了我灵感 我想我也可以建造一个头盔 这还多亏了麦琪给我的灵感 结结雇主 你只需要搭建一个头盔而已 但是你给我们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还准备赠送你一条裤子 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利用这个超级刷子 就可以在一秒钟内刷完这一整堵墙 这是不是很漂亮的模样 哈哈谢谢你们我真的很喜欢 既然你说了我给你们的钱太多了 那么你们就帮我将我的雕像也穿上盔甲吧 要是钱不够的话 到时候我会支付你们额外的钱的 你们赶紧开始建造吧 好的伙计们我们家把静 赶紧将结结雇主的任务给完成 哈哈我想从远处看看我的雕像是什么样子的 正好我这里还有一个钩子 到时候我就爬上麦琪的雕像 来看看我的雕像是什么样子的 等等结结为什么你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好吧结结我允许你爬上我的雕像 但是请不要将我的雕像给弄坏 哈哈我觉得我的雕像真的很漂亮 我相信我一定会获得胜利的 我想现在试试后该想想我需要麦琪给我准备什么奖定 或许我应该给麦琪制作一个挑战 好了结结雇主 我们已经完成了雕像的建造 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先离开了 哈哈结结快点看一下 说实话我觉得我雕像的盔甲比你雕像的盔甲要好看 你的雕像盔甲是由钻石做的 说实话我觉得很奇怪 并且看起来也很不协调 你看看我的盔甲靴子啥的全部都是一套 事实证明 就算没有钱 我也可以建造一个看起来比你好看得多的雕像 节节不足 我们确实觉得麦琪的雕像看起来更加的协调好看 但是我们现在会将你的雕像重新改造 我们会将你雕像的钻石部分给重新修改一下 等到那个时候 你的雕像就会比麦琪的雕像要好看得多 我们会尽我们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一切的 到时候我相信一定会非常漂亮的 快点行动吧伙计们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 我们越早完成我们就可以越早的结束 等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你是要利用黄金和钻石来打造吗 我还以为你全部做成钻石的 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可以将麦琪的雕像给打碎掉 那样我就可以获胜了 因为我没有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节节你的那些村民建造者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已经将你给抛弃掉了吗 我相信你这次我肯定会取得胜利的 因为我的雕像是靠我自己建造起来的 哈哈节节虽然你的雕像看起来 但是我的雕像实际上更好 节节不要忘记为我准备好一个奖励哦 或者满足一个我的愿望你是可以的 呵呵麦琪我会告诉你谁的雕像更好的 我会将你的雕像给打碎掉 这样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还可以购买一把超级枪和超级多的TNT 现在我会将所有的TNT给放置好 然后它们全部会一起爆炸 我是不会输给麦琪的 你在做什么节节 你以为我会让你将我的雕像给打碎掉吗 这可是我自己建造起来的雕像 谁让你自己请人帮助你建造 现在建造出自己不喜欢的雕像 你却想要将我的给摧毁掉 你实在是太可恶了节节 所以快点停下来 放心吧节节 我只会许一个很简单的愿望 我并不会为难你的 所以你现在你承认你搭建的雕像比我烂了吗 不麦琪 我是不会承认我是个比你还要糟糕的建筑工人的 我的雕像制作的这么差 是因为那些建筑工人的问题 这并不是我的问题 这个很差的雕像并不是我建造出来的 听着麦琪我有一个好主意 我们来一场战斗来决定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 要是这场比赛你取得胜利之后 我就承认你是最好的建筑师 这次我们使用这个幸运方块来比赛 我们两个只可以利用这个幸运方块开出来的东西战斗 你觉得怎么样麦琪 节节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既然这个幸运方块不会掉落枪械 那么我们决出胜负可能会很困难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场比赛 但是我们只可以使用幸运方块里面的材料 你不觉得这个要比决斗更有意思吗 其实我也可以不参加这场比赛 因为我已经获得了上一场战斗的胜利 但是我决定再参加一场比赛 我已经将你打败了 如果这次再将你打败 我想你应该没有话可以说了吧 哈哈麦琪你还是不要高兴的太早吧 我说了这个比赛才是最终的对决 所以你并没有获胜 好吧让我们开始利用箱子里面的材料来建造雕像吧 等到我们建造完毕之后 我们来比一下谁的更雕像更好 那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谁到底是最好的那个建筑师了 我觉得我建造的还算不错 现在我雕像的鞋子变得更加好看了 听着麦琪我已经完成了我雕像建设你的第一部分 我觉得你现在只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因为你知道你根本就赢不了我 不光光是建造 我在很多的地方都要比你强的多 我相信要是我们两个决斗的话 我肯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了 什么姐姐你那是什么 哈哈麦琪就让我看看我的这个幸运方块里面会有些什么 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很有价值和有用的东西 很好这里面居然爆出了很多有用的资源 等等麦琪你在干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资源 刚刚这些资源都是从我的这个幸运方块里面掉落出来的 而这个幸运方块是我 所以麦琪快点将从我这里偷走的资源还给我 不行姐姐这些资源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因为我也要利用这些资源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之前你想摧毁我的雕像 这些资源正好用来弥补我 哈杰杰现在和这个鬼魂战斗吧 我并不认为你可以将他给打败 哈哈这不是将他打败了吗 什么为什么麦琪开出来的基岩 但是没有关系麦琪我在幸运方块里面开出了小猫咪 他们非常可爱 嘿麦琪你又在做什么 你对我的猫咪做了些什么 他们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做 麦琪我一定会将你击败的 你居然偷袭了我的小猫咪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刚刚将我的东西全部都存放在箱子里面了 我的身上并没有带很多东西 所以刚刚我才会打不过麦琪 但是现在不会了 我要将我的东西全部带走 我相信现在我可以将麦琪给击败了 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幸运方块里面开不出来什么好东西 但是麦琪却总是开出一些好东西出来 真的是奇怪 难道说麦琪是开挂了吗 很好我终于开到了一些好东西 这次我得到了一个盔甲 虽然只是一双靴子 但是也总比没有的好 其实我真正想要开出来的是一把枪 那样我就可以直接将麦琪给打败了 虽然我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武器 但是我还是更想开出一把枪出来 哈哈姐姐你不要逗我笑了 你以为你得到了一把钻石剑 你就可以将我给打败吗 快看我开出来的一个长梯子 让我们赶紧爬到上面去看看到底有些什么吧 哈哈姐姐我觉得这上面应该会有很多的宝藏 让我们赶紧上去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吧 等一下姐姐你怎么就跑到顶端去 哦不好我已经掉落到了最下面去了 我需要赶紧爬到这个梯子的顶端上面去 多亏了我有这个钩子 什么姐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哦不好姐姐你干嘛要将我弄下来 哈哈这个看起来很冒险 但是确实非常有趣 麦琪也被我给弄了下来 所以麦琪你现在还觉得很有趣吗 刚刚我还以为是一个大滑梯呢 多亏了我有这个钩子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姐姐你以为这样做很有趣吗 我才刚刚到达这个梯子的顶端 你就将我给弄下来了 你知道我刚刚有多么的害怕吗 那么快的速度和高度 多亏我喝了药水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但是说实话刚刚确实很有趣 听着麦琪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姐姐 那就是我们两个和好吧 我们两个之间不再有谁胜谁负 我待会可以请你吃月饼 你觉得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总是可以从幸运方块里面 开出来你想到的东西吗 我总是开出一些对我没有用的东西 难道说你有什么诀窍吗 太好了居然开出来了一把钻石剑 快点退后麦琪 这个是我开出来的钻石剑 姐姐你这个僵尸军团闺女 快点将那把钻石剑还给我 要不然我就要利用武力将它给夺走 我还有很多的幸运方块 并且我可以开出来好东西 所以我肯定会打败你的 姐姐你的幸运方块 也可以和我一样开出来一整个僵尸军团吗 到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抵抗一整个的僵尸军团吗 哈哈麦琪你不要再逗我笑了 我觉得你根本就伤害不了我 虽然你拥有一整个僵尸大军 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起作用 哈哈姐姐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等等麦琪你的这把剑是从什么地方来 这一点都不公平 为什么你的运气这么好 好吧麦琪既然你已经得到了一把剑 所以我的这把剑你就别想要了 我这里还有很多的幸运方块 我就不相信我开不出来一个好东西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到了吗麦琪 这么大的僵尸居然可以飞得这么高 我都不敢想象刚刚的爆炸会有多么大的威力 哈哈这简直太可怕了 我都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听着麦琪我们现在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战斗了这么久了 要是我们两个和好的话 我相信对我们两个人都有好处 要是你还在为我摧毁你的雕像生气的话 我向你道歉 不心结结你就是故意想要摧毁掉我的雕像吗 明明我都没有想要将你的雕像毁掉 你就是看我做的雕像比你的好 你实在是太可恶了 并且我找你要一把钻石剑你都不给我 哦不好麦琪小心点这里全部都是炸弹 可恶姐姐你居然又在偷袭我 这次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将你给打败 除非你对我道歉并且承认你输了 要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你知道你刚刚对我做了多少的坏事麦琪姐姐 我早就受够你了 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将你的雕像给毁掉 我没说错吧姐姐 你刚刚还在利用导弹轰炸我的雕像 麦琪是你先说要摧毁我的雕像的 所以我才开始攻击的 哈哈姐姐你被我困住了 我看你现在该怎么出来 哈哈麦琪你忘记了我有钻石鎬吗 我是不会输的 并且我是不会让你摧毁掉我的雕像的 麦琪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之前就和你说过了停战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继续战斗 所以这并不可以怪我 听着麦琪这是我最后一次建议 我们两个和好吧不要再打架了 你觉得怎么样麦琪 当然可以姐姐我也可以补偿你 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你必须承认你输掉 我觉得你刚刚找到别人来帮你建造雕像 就和作弊一样 虽然没有说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规则 但是我觉得你那样做就是破坏了规则 你已经对我的雕像进行攻击了 所以我觉得让我也攻击一下你的雕像才算公平 好吧麦琪这次算我输了 要是让我们和好的唯一办法 就是让你攻击我的雕像的话 那也可以 我允许你摧毁掉我的雕像 所以让我们和好吧 毕竟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还要回去吃月饼呢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 自己的朋友被通缉了 并且村庄贴满了通缉令 你怎么也找不到它 假如是你 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快点弄铁铁 哇兄弟们 我们快弄完了 太好了 趁着今天中秋节 我们把所有的胡萝卜 全部都收割好了 太棒了 现在让我把所有的胡萝卜 全部都放进箱子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吃好吃的月饼了 我已经开始馋了 是啊 我们走吧 先把胡萝卜放在这里吧 我们先去买月饼吃 一会就回来了 好的 我们赶紧去吧 一会卖煤了 虽然今天是中秋节 但是我和野哥约定好 今天收割胡萝卜的 只需要清理这个农场就可以 清理完就可以去找野哥打蛋仔了 等等农场里面的胡萝卜 为什么都已经收割完了呀 野哥咋 也没告诉我一下呢 嗯 那很奇怪 这个箱子是什么 哇 里面都是收获的胡萝卜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今天打扫了我的农场 好了美味的胡萝卜 现在让我带你们回家吧 把你们做成胡萝卜馅的月饼 美好的一天 从看电视开始 但不幸的是 我只剩下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了 这次我要一次看十个节目 他可能在等我 好吧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打开电视 等等怎么会有门铃声呢 呃 谁在门口 我和土豆约好 我去找他的呀 真奇怪 谁在按门铃呢 哦 你好阿瑟 你好小野 我们在找这个人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那是谁 这不是我的朋友土豆吗 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村民会详细解释一切 嗨小野 这完全是一场灾难 土豆偷了我们的胡萝卜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拿了我们的箱子跑了 所以 既然你是他的朋友 我们只能先来你家看看了 因为只有你经常窝藏土豆 不是村民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了 小野 我们现在要搜查你的房子 让你们搜 反正我没有做坏事 我不怕 现在让我看看 这个房间里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这里没什么可疑的 也许你的朋友藏在这里 这里有密室吗 或者他今天来过这里吗 不 他今天没来 这太可怕了 我不敢相信 会发生这种事情 土豆根本不是这种人 好吧 屋顶上没有可疑的东西 嗯 这里一切 看起来都很正常 他不在这里 很抱歉打扰你了 我们现在就走 哦 好的阿四儿 不打扰打扰 阿四儿 我不介意搜查 因为 我相信 我都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的 这也很奇怪 好吧 再次抱歉 我们要走了 再见了 再见小野 哦 对了小野 如果你遇到你的朋友土豆 一定要告诉我们 他在哪里 我们正在找他 不管是不是误会 我们也要先找到他 好 再见 小野 什么 我想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太可疑了 我得赶紧帮助土豆解决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像其他人的恶作剧了 嗨 确实有 村子里到处都是找土豆的海报 嗯 会不会是长得像他的人 哦不 真的是土豆 他们悬赏一百万个青草蛋糕 不是吧 不是吧 这是认真的吗 什么胡萝卜值 这么多的青草蛋糕啊 嗯 真不敢相信 我都会这么做 我得找到他并且帮他 可是他会在哪里 看起来他们去他家了 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他了 我得赶紧跟在后面看看 以防万一 好吧 我们来看看 等等 他们在说这件事情 让我听听怎么回事 哦村民 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是的 很抱歉打扰你 但这些胡萝卜 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你能找到他 祝你搜索顺利 再见 嘿嘿 过来这边 你找到他了吗 那里什么都没有 绝对没有 他肯定不在家 看来我们得去村子 其他地方看看 他可能在树林里面了 我们去那看看吧 说的对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走吧 好吧 看起来他们要走了 这是个好机会 这意味着我有一个机会 亲自去土豆家里面 找找线索 也许他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好吧 他们现在走了 周围已经没有人了 现在让我们打枪的不要 敲咪咪的进屋 刚好趁着他们去检查 其他地方的机会 现在我有时间溜进土豆家 看看他在不在 嗯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哈 他们已经把土豆的床 翻了的底朝天 以为他躲在他后面 不过他平时 确实在那里有秘密通道 不过今天没有 嗯 那土豆会在哪里 竟然一点线索都没有 总不能藏在壁炉里面了吧 这不可能啊 这里正生着火了 他们甚至把电视 都拿下来检查了 检查土豆 是不是藏在电视机后面 或者把胡萝卜 藏在后面什么的 这些家伙也真是厉害 一点线索不放过 土豆总不能在沙发后面吧 不过他绝对不可能 在沙发后面啊 是啊 一切都很干净 好吧 现在我已经没办法了 小伙伴们 我现在已经如何找到土豆呢 请帮我想想办法 我还是再仔细检查 一下他的房间吧 嗯 等等 这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画后面 好像是空的一样 看来阿瑟尔 似乎遗漏了一些东西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这说明 这后面有一条通道 就在画的后面 我们去看看 也许真的有一条通道 好吧 我们走秘密通道 不是吧 不是吧 这里是那里啊 小小土豆是海龟啊 绿色的身体 褐色的壳啊 爱吃各种好的啊 最爱的还是胡萝卜啊 我得赶紧挖一个坑 把我的胡萝卜储藏起来 嘿 土豆 土豆土豆挖呀挖 土豆土豆挖呀挖 差不多了 黑土豆是你吗 等等谁在喊我 什么也哥 是我呀 土豆我一直在找你 嘿 嗯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阿瑟尔来你家找你了 不过他们没找到你 我比阿瑟尔更仔细 所以我找到了画后通道 不是吧 也哥阿瑟尔 为什么回来找我啊 因为你偷走了村民的胡萝卜 什么 等等这胡萝卜是我的呀 那他们走了嘛 也哥 没走的话 我要去解释一下 他们已经走了土豆 看来 土豆你被陷害了 不是也哥 你能给我细说一下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是这样的土豆 一个村民哥告诉我 他找不到他的箱子了 就农场旁边的那个箱子嘛 也哥 没错就是那个箱子 那是村民的箱子 不是也哥 我今天刚从森林里回来了 然后呢 土豆 我们昨天不是约定好 去收购我们的农场的 但是我去农场之后发现 所有的胡萝卜都被收割了 箱子里装满了 并且 这是我们两个的农场啊 所以我以为是你已经收获了 所有的胡萝卜 把他们留给我拿走 所以我想你 都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了 那我肯定要把胡萝卜收起来啊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既然不是你收割的胡萝卜 等等土豆 这可是满满一整箱的胡萝卜 这是他们从农场收的胡萝卜啊 等等土豆 那个农场不是我们的吗 嗯 你说的对啊 也哥 那些胡萝卜 是从我们的农场收的 所以是那些村民的问题 是他们把我们的胡萝卜给收割了 然后装在箱子里面的 所以是他们的问题啊 没错啊 也哥 我也想不通 他们为什么要恶人先告状啊 你完全正确啊 也哥 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个误会 因为他们还在找你 我们得找到村民 并且告诉他们真相 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错误的陷害了你 但是也哥你知道的 他们不会听我的 毕竟他们觉得 是我偷了他们的胡萝卜 没关系的土豆 他们会听我的 因为他们来找我问你在哪里了 嗯 你说的对也哥 看来只有你能和他们 心平气和的交谈啊 是啊 但是我们 还是得小心一点接近村民 因为阿瑟 可能还在巡逻找你 我们要躲开人群 不要让他们看到你 有人在马也哥 嗯 没有 看起来冷清 等等 那些海胞是什么呀也哥 哦土豆 你可能还没看到那些海胞 嗯 这是他们用来找你的 上面有你的照片 等等也哥让我们靠近他们一点 周围没人对吧 嗯 就在墙上贴着 上面真的是你 只要找到你 就会获得一百万的青草蛋糕 哦哇 那真的是我呀也哥 看看这正是我的照片 哈哈哈哈 当然是你了 我想整个我的世界 只有你是绿色的 等等等等 全村有多少张海报啊 土豆 嘘 别喊这么大声 不要让其他人发现你 如果阿瑟看见你了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不是吧 也哥我真的指望你了 哦别担心土豆 我会打电话给村民解释一切 去吧也哥 黑村民们出来 是我小野啊 我找到土豆了 黑村民们 嗯什么 哦你找到土豆了 啊你真的做到了 好吧你好土豆 我们一直在找你 你这个小偷 等等等等 我会解释一切的 你完全搞错了 什么什么意思错了 你错了 因为这是他的农场 所以所有的胡萝卜都是他的 你不可以让阿瑟抓走他 什么 你说的对我们好像确实是我没错了 哦我们一定是搞错了 土豆 对不起 没关系 好在阿瑟还没找到我 别担心 但你得把这个误会 给阿瑟说一下 是的 所有的海报都是土豆的 好吧 我会告诉阿瑟的 希望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会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的 别担心我现在就打电话 不好意思 很抱歉 我们不是故意让事情变成这样的 我们只是想说个农场 以为是我们的胡萝卜 好吧 我现在就打电话 别担心 我们会把误会解除的 乌乎土豆 我们成功了 是的 太谢谢你了 我都不知道那是我的农场 是啊 土豆 走吧 我们去吃好吃的月饼 是麦奇 今天我和杰杰发现一座神秘的塔 麦奇说的没错 我们之前并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有塔 似乎它好像是忽然出现的 是啊 杰杰我觉得它好像是突然出现的 让我们进去探索一下吧 杰杰 我觉得这会非常有趣的 那麦奇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可能有点危险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为什么杰杰我们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你可以在这里等我 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 我相信里面一定充满了宝藏 真的吗麦奇 当然了杰杰我先进去了 好吧麦奇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等你 哇这是什么 我不好快点将我放开 杰杰快来救我 这里有怪物我被抓住了 麦奇你没事吧 完蛋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听当当的声音好像麦奇已经被别人绑架了 我就知道这座塔是个陷阱 我要想个办法去救它 这真的很糟糕 看来我想要拯救麦奇的话 我就必须进入这座邪恶的塔 不管那么多了 先进去再说吧 真的好奇怪 我好像在里面并没有发现什么很危险的东西 麦奇会是在什么地方消失的呢 噁不对这是什么声音 哦不好这一定是一个陷阱 怎么我一进来大门就被封死了 看来我又被困在这个地方 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我也逃不出去了 但是我还需要将麦奇给救出来 他很有可能被困在这个塔的顶 我需要赶紧爬上去将麦奇给救出来 要不然时间长了的话 麦奇很有可能会有危险 不过我该怎么到下面一层去呢 原来这个天花板有一个洞 我相信这一定就是通往下一层的坡岛 等等让我想想我要怎么才可以到上面一层去呢 看看这个附近有些什么东西 附近应该是有一个工作台 太好了这个角落这里好像是有一个箱子 让我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好东西 可这里有很多的牛奶鸡蛋还有小麦核糖 真的好奇怪 这个箱子里面怎么会是这些东西 我真的搞不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 就算我将这些牛奶全部喝光也对我没用呀 我该怎么去拯救麦奇呢 不对让我好好想想 这些材料一定会有用的 对了我知道我可以利用这里的工作台和这些材料来制作一些蛋糕 这么多的材料让我算下我到底可以制作多少份蛋糕呢 大概应该可以制作七份蛋糕的样子 太好了这些数量的蛋糕应该足够我前往下一层了 只要我将这些蛋糕全部放在角落里 他们就可以为我提供一个阶梯 我就可以前往下一层了 很好就是这样 将这些蛋糕全部叠在一起 这样我的蛋糕楼梯就制作完毕了 接下来我只需要讲这些蛋糕全部咬成阶梯的样子就好了 很棒就是这样 我想我的蛋糕阶梯已经制作完毕了 哈哈可以通往下一层去拯救麦奇了 好了终于到达这一层了 是时候该去寻找麦奇的踪迹了 额不对这些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看见麦奇的身影 让我看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些什么 好吧这个箱子只给了我一把铁道 可是这两个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真的很奇怪 它们的脚下还有很多的熔岩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奇怪的女巫和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既然它给了我这个铁稿 那么我想或许是应该让我去挖点什么 难道是要将这里的石头全部挖光 然后去搭建一座桥吗 让我来试一试 这些石头应该是足够了呢 呃不好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生命值一直在下降 看起来我好像是中毒的状态 它们两个当中到底是谁给我下毒啊 我想应该是这个可恶的女巫干的坏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它的 真的是太可恶了 我要将它弄到熔岩里面去 很好这个可恶的女巫居然给我下毒 接下来或许我应该要将这只小猫给救下来才可以 不要着急小猫咪 我很快就会将你给救出来 好了快点出来吧小猫咪 哇太好了 我终于将这个小猫咪给救了出来 等等小猫你是说你要给我一些牛奶吗 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我现在就将它给喝掉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小猫咪我现在已经解读了 看起来它好像还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 太好了 这次它好像给了我一些梯子 再次感谢你小猫咪 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这个塔看起来不是很安全的样子 很好小猫咪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想它应该安全了 是时候该看看这个楼梯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哦太好了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攀爬的地方 我可以利用这个梯子爬到上面一层楼去 希望这会是最后一层楼了 要不然我觉得麦琪很有可能会有危险 我很想知道麦琪那里发生了什么 希望我还来得及去救它 要想知道这个真相的话 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这个梯子直接爬到上面一层楼去 我一定要让那个绑架麦琪的人付出代价 很好这些梯子非常有用 我终于到达了上面一层 我想是时候该实施下一个计划 额不对这个是什么声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奶牛在这个栅栏里面 这真的好奇怪 这个地下好像还有一层粘液 这上面是什么 看起来是一座雪桥 看来我需要到达另外一边 希望我能够一次成功 因为我并不想要尝试第二次 最好的办法是一股作气直接冲过去 虽然我有点紧张 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先助跑一下 准备三二一冲 老天保佑希望我不要掉下去比较好 我不好看来这一次我是失败了 但是这下面的粘液快似乎保护了我免受伤害 真的是很倒霉 看来我还需要再尝试一次 既然这里有这么多的奶牛 我想解决办法肯定和奶牛有关 太好了这里有一个箱子 希望里面有些好东西 一些木板还有铁钉 让我先利用这些木板制作一个工作台再说 很好我想我已经知道了这些奶牛有什么用处 在此之前我需要先做一把体验 对不起了小牛牛 为了通过这个雪座的桥 我只能够先委屈一下你们了 这也是为了拯救麦琪 要是你们想要报仇的话就去找麦琪吧 我要从这些奶牛身上找到一些材料才可以 那就是一些皮革 太棒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到时候我制作一个皮革靴子就好了 要是我穿上这个皮革靴子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细雪桥了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小牛牛 要不是你们我肯定过不去这一关 好了终于制作完毕了 让我看看这次我可不可以通过这里 太好了我感觉我现在就和在天上飞翔一样 这一次我想我应该可以安全到达雪桥的另一边了 让我们赶紧过去拯救麦琪吧 现在我已经到达了桥梁的这一边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 让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入口 看起来这里像是一个死胡同 我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吗 不对 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全部都是沙子搭建起来的 并且我可以感觉到沙子那边好像有些什么东西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箱子还有就是一些梯子 要是我能够拿得到这些梯子的话 我想我就有办法可以到达第二层 但是我不管从上面挖出来多少的沙子 上面总是会掉下来更多的沙子 我要怎么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哦好吧我想到办法了 这里有个火把 我想我只需要放置火把的速度够快 这个火把就可以为我给打开一个缺口 我现在就来试验一下 哈哈太棒了果然可以 这个办法真的很有效 这次我想我可以通过这个沙墙了 太好了成功抵达 距离拯救麦琪又进了一步 让我来看看箱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吧 哇哦居然有一个金苹果 我需要赶紧将它给吃掉 我的健康状态并不是很好 这个金苹果来的真是时候 太棒了身体的健康值已经到达了顶峰 好了我想试试后该爬上这个梯子了 我必须赶在麦琪出事之前赶紧找到他 希望他没有出事 我必须赶紧弄清楚这件事情 并且找到那个绑架麦琪的人 累死我了终于到达这一层了 没想到楼梯居然这么长 等等这又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激光在这个走廊里面 难道说要我一点一点的全部都通过吗 这看起来非常危险的样子 额不对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不好怎么这么倒霉 这是什么鬼东西 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怪物 不行不行我要赶紧逃走 被这个怪物给抓住的话 那可就太糟糕了 多亏了这些激光减缓了怪物的速度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但是这个激光也同样减缓了我的速度 我该怎么快速通过呢 对了我想我可以走这些激光的边缘 来通过这个地方 哇这简直也太吓人了 要是我刚刚走错一步我就完蛋了 差点就被这个怪物给抓住了 很高兴我安全到达了这个地方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我想麦奇应该就在前面的不远处 让我看看你这里还有什么神秘之处吧 这个是什么房间 怎么看起来又像是一个死胡同 难道要我凭空飞上去才可以离开这里 好吧这个角落里面还有一个箱子 321打开 里面有好多桶的水 还有一些分配器和红石粉末 另外就是TNT和一个按钮 还有一些石头在这里 我应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他既然给了我这些东西的话 那肯定就是需要我利用这些东西离开这个地方到达下一层 对了我想到办法了 我需要制作一个机关就可以逃离这个地方 先在这个地方搭建起来一个框架 然后再朝着里面将水全部加满 然后将炸药全部分在这个分配器里面去 我会尽量将它们全部分均匀一笔 最后我只需要利用红石粉末将它们全部都给连接起来就好 然后将按钮安装完毕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TNT大炮 利用这个TNT大炮我应该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只要拿下这个按钮 TNT就会发射到水里 我也会被爆炸冲击波送到上面一层去 希望我能够成功 麦琪还在等着我呢 哇这简直太酷 真的没有想到我居然第一次就成功了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塔顶吧 让我来看看到底是谁将麦琪给绑架走了 这里看起来又是一个房间 怎么这里面只有两个书架呢 哦不对这里好像有个怪物在看守这里 很好我已经看到麦琪了 他就被关在这个笼子里面 但是麦琪好像是昏迷状态 肯定就是这个家伙搞的鬼 一定是他将麦琪给绑架走了 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塔的主人 看起来他非常强大的样子 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将他给打败 太好了天花板上面看起来好像有个管子 要是我去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我就可以绕过这个坏蛋 然后趁这个坏蛋不注意的情况下 将麦琪给救出来 希望这个办法可以行得通 我可不想被这个家伙给发现 他看起来就不太好惹的样子 很好我只需要小心一点就好了 现在我的心里非常紧张 要是一不小心的话我就会掉下去 等等那个墙角有些什么 哦看起来好像是激光步枪 难道说这个架子是他专门用来存放武器的武器架吗 我想只要我拿到一把激光枪 我就可以对抗这个家伙了 但是首先我想我需要先下来再说 只要我瞄准这个床的话 我就可以不用受到伤害了 很好成功降落 并且这个怪物看起来也没有发现我的样子 接下来只需要将这个激光枪给拿到手就好了 很好武器到手我的心里就感觉安全多了 就是你这个可恶的家伙将麦琪给抓走的是吧 真的是太可恶了 看我怎么教训你 发现我了又怎么样 有了这个我可不怕你 很好我已经成功将他给打败了 哈哈这个激光枪威力还是挺不错的嘛 我想我需要去看一下麦琪怎么样了 嘿麦琪你没事吧 呃怎么回事 为什么麦琪不理我了 他不会出事了吧 等我麦琪现在我就将门打开把你给救出来 麦琪快点醒醒 你不要吓我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要是出事了我该怎么办 姐姐是你啊 你来救我了 是啊麦琪真的很高兴你没有出事 刚刚我从怪物那个地方拿走了一把激光枪 然后将它给消灭掉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姐姐 顺便说一句 姐姐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赶紧跟我来吧 什么东西 难道说麦琪你发现了什么宝藏吗 没错就在这个附近 让我找下 麦琪是不是需要拉动一下那个杠杆 没错姐姐 刚刚晕过去搞得我现在有点明 差点忘记这件事情了 让我们赶紧看看这里有些什么了 蛙果然是个储藏宝藏的地方 看来这些应该是这个怪物的秘密金库 让我们赶紧打开这个箱子吧 蛙全部都是钻石 真的是太令人惊讶了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钻石 而且今天真的是充满刺激的一天 我们首先遇到了这个神秘的他 然后麦琪被抓走了 最后我将麦琪救出来 并且我们一起找到了这个神秘的宝藏 上面插播一则紧急报道 有一位凡村的村民早上听到一响跑到门外 突然一阵迷雾袭来 就此不见了踪影 待我们调查人员赶到的时候 地上只剩下一滩血迹 杰杰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恶作剧吗 不麦琪这是真的 不是吧 想不到放假第一天就碰上这种事情 对了同学们 你们放假了吗 你们放几天呢 麦琪和杰杰放三天哦 你们也是放三天的话 写下三天让我看看是不是跟我一样 麦琪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村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建造一个安全系统来保护我们自己 那还等什么 赶紧行动吧 麦琪在你眼前的是有两个大箱子里面藏有我积攒多年的物资 今天就让我们利用这些物资来给建造一些防御设备吧 好啊好啊 首先我要用这些木头栅栏来安装一个围墙 毕竟我们还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 所以安全起见 我要把整个村子全部包围起来 这样能确保我们所有人的安全 可是木头栅栏能起作用吗 麦琪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而且我不光是要建造这一个木头栅栏 我还要安装一点别的机关陷阱 那下一个我们该安装点什么 麦琪你放心吧 我脑子里面早就已经有了一套缜密的计划 下个文安装一个荆棘陷阱 杰杰什么荆棘陷阱 荆棘陷阱的话 我要利用甜浆果 甜浆果有用吗 那是当然了 现在我要往这里种上一片甜浆果 甜浆果它附带到此 当有人想要闯入的时候 那些到此就会将它刺伤 可是杰杰 它生长需要时间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它长大吗 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杰杰麦琪 你们两个是想让这些甜浆果快速长大是吗 我有办法 哇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你有什么办法村民先生 我是专业种植农作物的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我的天啊好厉害 这个村民可以让这些甜浆果快速长大 没过多久 这一整片甜浆果基本全部长大 太好了 这样的话 它就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了 谢谢你聪明 好了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陷阱也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轮到下一个 我要在这一片甜浆果树林 后面挖出一个坑 姐姐你这次准备建造一个什么机关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现在这个坑已经挖的足够大了 我会往里面倒入满满的熔岩 然后将这个坑全部填满 好了 现在这个机关已经建造好了 哇 那实在是太好了 有了围墙 还有浆果 现在又多了一层熔岩 我想今天晚上那个怪物绝对进不来 虽然看起来确实比较保险 不过迈奇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 因为我们建造的这些全部都是防御陷阱 我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些自主攻击线 好啊好啊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主动发起攻击了 是的没错 现在我要设置一个火球炮塔 火球炮塔是什么 火球炮塔的原理跟雪傀儡一样 只不过它发射出去的是火球 而不是雪球 原来如此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等它发挥作用的时候 你就能见识到它的威力了 现在已经建造完成 我和迈奇两个人建造了一排火球炮塔 我想这些应该已经足够了 是的一定能将它打得屁股尿流 不过我还需要再多加上一层保障 迈奇我们来建造一群铁傀儡保镖怎么样 哇好啊好啊 这样我们就不用亲自动手去对付它了 是的 现在我要安装一个存放铁傀儡的圈子 这里我建造了一个自动开关 到时候能一键将它们全部放出去 现在我正在建造铁傀儡 用铁方块建造出一个十字架之后 再往上丢上一个附魔南瓜桶 它们就成功激活了 现在我们的铁傀儡保镖已经建造完成 是的 有了它们我们村庄安全多了 是的 不过我准备在最后建立一个杀手锏 杰杰你要建立什么杀手锏 我准备打造一个终极TNT炸弹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没听过 我要用超多的炸弹组装成一个超级炸弹 我的天哪 杰杰 你是打算把我的世界都炸掉吗 如果要准备一个摧毁装置的 那就一步到位 绝不能给怪物留有生存下来的机会 你说的有道理 挖快看 现在我的TNT大炸弹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安装一个火影 杰杰杰杰你这个炸弹威力这么大 那我们到时候该怎么办 不会跟着一起死吧 你放心吧 麦奇我早就有打算了 现在我要在地上挖出一个避难所 建造避难所的材料 我会用上我的世界最坚固的材料之一 同学们你们猜到是什么了吗 是的 没错 我要用黑药石来建造一个地下避难所 等我引爆炸弹的时候 我将带领所有人躲进地下避难所 这样炸弹爆炸的威力就伤害不到我们了 哇这个主意听起来真不错 不过 姐姐你确定这方法能行吗 那是当然了 我建造的你还信不过吗 现在我和麦奇已经带领凡村所有的村民 躲到了地下避难所里 大家都听着今天晚上我们的村庄非常危险 现在你们最好安静的待在这里 哪里都不要出去听明白了吗 姐姐我好像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是吗 你别说我好像也听到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麦奇你先冷静一点 不要担心 毕竟我们建造了那么多安全设备走了 我们现在出到地面上去看看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是的周围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不懂 麦奇你是不是听错了 没有 我绝对不可能听错的 我的乌龟耳朵可是很明的 好吧 那我们到村子前面去看看 目前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天 这里突然出现了一层迷雾 是的就跟新闻上面所看到的一样 那个怪物出现的时候会伴随着一层迷雾 麦奇要注意了 那个怪物来了 阿雅救命姐姐你快看前面怪物 我看到了怪物 什么我的天哪 他是个巨人怪物 不过这个人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吗 同学们 你们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把答案写出来 因为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麻烦你们帮帮我和麦奇 快看啊 我们建造的围栏拦住了他的屈物 他停住了脚步 是的 目前来看他进不来 不过他的体型也太大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成功的闯过了第一个关键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经纪等着他 你快看他被扎得团团钻 哈哈哈哈 我就说不要小瞧这些田疆 他们的到此杀伤力可是很强的 是的 就算不能将他干掉 起码也能让他元气大烧 虽然扎得他很难受 但是他貌似还在一点点前进 是的 不过没关系 他前面是一条熔岩圈 我看他怎么躲 我快看他调到熔岩圈里面 是的 而且他全身都燃起了大火 不过怎么受了这么多伤害 他还没有倒下来呢 不得不说他确实有点东西 不好了 打不过了 赶紧后退一点迈起 好的 我知道了看我的火球攻击 这些迷雾太重了 不过不妨碍我们的火球 快看看火球正在朝他发起进攻 是的 他被揍得很惨 不知道这个机关能不能让他打消侵略我们村子的念头 快看什么情况我们的火球炮塔停止攻击 而且被他破坏了 他果然难以对付 我感觉这些铁傀儡也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既然已经建造了 那就是一下吧 这些铁傀儡跟他的体积实在相差太大了 是的 感觉他一脚就能把我们的铁傀儡猜猜 你快看果然不出我所调 这些铁傀儡正在被他逐个击破 没办法了 迈奇看来只能启动我们的最终杀手锦 我知道了 我们快走吧 还好我提前留有最后一招 希望这个TNT炸弹能对付他 好了迈奇他要过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走吧 好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也现在就启动开关 迈奇快走 我已经启动了炸弹开关了 我们赶紧躲到事先准备好的黑钥匙避难所里面 我的天哪 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杰杰现在外面好像已经安静了 你说那个巨人被消灭了吗 我想应该是的 应该已经安全了 我们可以出去外面看看了 那走吧 我真好奇被巨型TNT炸弹的地方变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我就要上到地面看一下 我勒个洞 这还是我们村子吗 我已经完全不认了 那个巨型TNT炸弹的伤害历史再是太大 不过巨人也成功被我们干掉 哈哈哈哈 是杰杰 哎呦 可把我累坏了 我和麦琪忙碌了一天终于收集够了足够的钻石 麦琪你还在山洞里面干什么 赶紧出来啊 好的 我知道了 马上到 真是太好了 有了钻石我就能制造一套炫酷的钻石盔甲了 哎呀我勒个洞 狐狸爬 救命 姐姐我在这里发现了铁块 哈哈哈哈 我要把他们都拿走 等等什么情况 刚才那一声爆炸声是怎么一回事 姐姐 你没事吧 真是奇怪他怎么不理我 我要出去找他看看 姐姐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姐姐你是不是准备想恶作剧 我你快出来吧 我已经发现了 你是不会骗得到我的 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一直不理我 我地天啊 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这是被苦力爬给炸飞了吗 姐姐你想不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快到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给你带来了一束你生前最喜欢的小红花 我会把它种在你坟墓的周围让你不再孤单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早点出来跟你离开矿井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无法接受你离开的事实 怪奇你不要伤心了 节节的死不是你的错 你要振作起来 你们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 我先走了 天啊 麦奇也太可怜了 失去这个好朋友 他也一定很自责 下雨了 我们也早点回家吧 你说的对 等一会雨该下大 你什么情况 我怎么在村子里面我记得不是在矿洞吗 而且现在还下雨了等等 真是奇怪 我怎么感觉不到雨点落在我身上了 奇怪等等等等 为什么我的手是透明的 不对 我全身都是透明的 我这是变成灵魂了吗 我的天哪 真是令人震惊 我现在能飞起来 看来我确实变成了一个灵魂体 这里有一个坟墓让我走近看看 上面写着节节 我的天啊 这是我的坟墓 麦奇呢 他怎么样了 我想起来了 我跟麦奇去矿洞挖矿 然后我被一个苦力爬给炸死 不过麦奇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得找他一下 他没事吧 没有节节的日子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现在非常想他 我无法想象往后这辈子我要一个人度 现在我需要做点别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否则我的脑子里面全是节节的死 好吧 我拿一本书来看看书吧 或许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我就没有那么悲痛 不过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 我根本看不进去一点书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如果姐姐还活着 他现在会干什么呢 我低天啊 看来麦奇没有我的日子过得真是无聊 但他不知道我此时此刻住在他的身边 如果麦奇能听到我说话就好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让节节死掉 我得想办法救他回来 我一定能够做到 现在让我来找到我的通讯目 让我来看看我有桃子的电话号码好吧 请桃子帮不了我什么 还有一个女巫对了 或许女巫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麦奇没有我的帮助下居然也能学聪明 现在我就要打电话给女巫 希望她能够接通 你好女巫我是麦奇 原来是麦奇啊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的帮助 怎么了 麦奇你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情况非常紧急 赶紧带上你的魔药来我家找我 不好意思麦奇 我现在真的很忙 如果你需要魔法药水的话 就来我的小木屋找我吧 好吧 你把我的电话挂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外面看起来似乎雨停了 我想我可以去女巫那里找她了 现在我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 我要准备去女巫家里 姐姐你等着现在我就去找你 我要魔法药水救你 我要出发了 祝我好运吧 伙计们 快看看想不到麦奇这么胆小的一个人 虽然为了我用独自一人勇闯森林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我已经跟着指南针来到了森林深处 我怎么还没有看到女巫的小木屋 我记得明明就在这个地方的 而且这个地方看起来好眼熟啊 我以前一定来到过 找到了这是女巫的小木屋 女巫你在家吗 我是麦奇 我来找你了 是谁在那里鬼叫 麦奇你来了 赶紧进来跟我仔细说说你的情况吧 好的我来了 是这样的 姐姐死了 我想找你借用一些魔法药水将它复活过来 好吧 让我找一下 有没有适合你的魔法药水 这可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毕竟它不是受伤了 而是死亡了 这些治疗药水对它不起作用 我这里有一颗星星 我想这对你应该有帮助 不过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就是你复活姐姐的话 它会恢复成为幼儿时期 我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我现在需要去复活姐姐了 再见 好的麦奇 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你再给我打电话吧 好的 谢谢你 我先回去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复活姐姐了 他很快就能回到我身边 继续跟我进行冒险了 我的天哪 同学们 我是真没想到麦奇 居然能够找到复活我的办法 这就意味着 我很快就能回到我们的村子了 我终于回到了姐姐的目的 很好 现在我就要复活 他希望不会出现什么岔子 姐姐你准备好了吗 你即将重生 或许你回来之后会忘记我是谁 不过没关系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再次成为好朋友 去吧 复活吧 我的朋友 哎呦 我的天哪 我的灵魂一瞬间就被吸走了 什么情况 我这是复活了吗 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麦奇是你吗 世帝是我我的天啊 你居然还记得我 我当然记得你了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过我怎么感觉身体怪怪的 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孩 是的姐姐你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不过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 才把你就回来吗 我告诉你过程 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麦奇你不用说了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知道 不得不说你真的很勇敢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所做的这一切你都知道 是的 当我死亡之后 我变成了一个灵魂 一直跟在你的身边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 说真的麦奇多亏了你 我才能又重新活了过来 虽然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孩 但起码我还活着 谢谢你麦奇 这是一场你从未见过的抢劫游戏 麦奇和姐姐 现在成为了我们村子 两个著名的抢劫犯 他们现在打算要抢劫这位村民 因为村民 这位村民 是我们村子里面有权有势的富豪 所以麦奇姐姐打算先从他入手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抢劫这位富豪 姐姐你在 你可以在外面等这屋 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好吧 麦奇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会在外面等你的 我现在要砸碎他的窗户 从这里进去 哦 我的天哪 麦奇竟然砸碎了他的窗户 这会发生很大的响声 麦奇这个蠢货 竟然用这种方法抢劫富豪 麦奇你给我听着 打碎他的玻璃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而且还会引起他的解决 你这个蠢货 现在我来向你演示一下 如何正确的偷掉他房子里面所有的钻石 首先 我要在他的房子下面挖一条隧道 一直延伸到他的房子里面 我要继续的向前挖 直到我可以看到他们家里的箱子 太好了 我看到了他的柜子 这应该就是他 我看到了他所有的钻石 现在他所有的钻石已经收入我的囊中 现在我要带着他的钻石离开这里 就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的拿走了他所有的钻石 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好吧 我已经成功的回到了外面 并且没有发生任何的醒生 杰杰 你太厉害了 你就获得了所有的钻石 看来这个打地道的功能还是厉害的 杰杰快点过来看 这位村民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瓶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那些金瓶果的话 我们可以用它来兑换更多的钻石 接下来我要向他出发了 嘿 兄弟 把你家所有的金瓶果给我拿出来 我是一名抢劫犯 如果你不给我拿出来的话 你会非常的危险 麦琪这个家伙 直接给这位村民脑袋上扣了一个箱子 然后自己就跑进去抢劫那些金瓶果 我觉得这么做非常的危险 不出意外的还是出意外 这位村民还养培养了一个铁傀儡 这个铁傀儡进到了麦琪的房子里面 看来麦琪这下非常的危险 好吧 麦琪这个家伙又一次成功的失败了 他把所有的金瓶果归还给了这位村民 他向村民表保证 并且灰溜溜的离开了 以后再也不敢来他的家里偷盗了 好吧麦琪不得不说你真的太倒霉了 我又一次失败了 我简直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小偷 没关系的 麦琪接下来我会教给你如何做 如何去做一个更厉害的偷盗者 现在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 因为我有一瓶神奇药水 只要这瓶药水洒在他的身上 他就可以是原地睡觉了 嘿 我的兄弟你好 现在送你一样东西 哈哈 他已经成功的晕倒了 这位村民已经成功的原地睡觉了 我没有发出任何的响声 没有发出任何的动作 就将这位村民晕倒了 我现在就来收割他的苹果 收割完他的苹果以后 为了防止有人发现这里的异常情况 我需要把他放在他的床上去 所以 这一切都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我收走他的所有的金瓶果 那就好好地躺在这里睡觉吧 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 因为我的药效持有十分钟的有效期 哈哈 我已经成功的偷到了他所有的金瓶 哈喽啊麦奇 我已经成功的拿下了所有的金瓶 哎呀姐姐 你真的太厉害了 到目前为止 我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麦奇 你不应该在这里抱怨 你做得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村子里面 唯一的银行门口 我和麦奇打算抢劫这家银行 姐姐还是我先来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主意 我打算变身成一位警察 然后进去模拟 假装检查他们的金库 这样趁机打倒他们 我就可以掠夺里面所有的黄金了 好吧麦奇 祝你好运 希望你的计划可以奏效 也希望你这次可以成功 放心吧姐姐 希望麦奇这次一定可以成功 嘿 兄弟 例行检查 打开一下你们的金库 我要看一下里面的金子是否正常 就是现在我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好吧我已经成功的打倒了他 我利用他打开了这样的大门 我的妈呀 这里面的金子真的是太多了 我拿都拿不完 随便拿几个金子都够我这辈子的花了 这位大哥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我就先行离开了 哦 我的妈呀 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糟了 我遇到了麻烦 我忘了这里有很多监控探头 算了 我现在赶紧归还所有的金子 抓紧时间离开这里 哎呀 两位警察已经追过来了 麦奇这下又要遭殃了 幸好我把所有的金条都还给了他们 他们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这看起来又是一次失败的抢劫 我忽略了他们的监控探头 姐姐我真的太失败了 我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麦奇别担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接下来我要入侵这家银行 一定要吸取麦奇钢材的教训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用笔记本电脑 先毁掉他们所有的监控探头 这样我的所作所为将不会被记录下来 我才可以安全的进入银行 现在正在利用远程操控 毁掉所有的监控探头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监控我了 所有的摄像头已被我全部摧毁 现在以防万一 我要穿上一身吉利服 这样他们就更不容易发现我吧 现在我和他们银行的币砖 是一模一样的 很明显他并没有发现我 我不打算伤害任何人 我只想偷偷的拿走我需要的金条 现在金条的大门已被我打开 我简直就是一个顶级的超级小偷 我的妈呀 这个金库里面的金条 也太太太太太多了吧 这随便拿一点都足够我过上一辈子了 现在我并不打算从大门出去 从这里炸开这堵墙 这样我可以从这里通过 制造一些动静出来 让这家银行长点记性 现在我来安装一个足够量大的TNT 启动这个TNT 太好了 这面墙被轻松的炸开 太棒了 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 接下来我可以用这些金条 盖一个更加厉害的房子了 现在我距离成为一个顶级富豪 还差一辆跑车 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了 就在这家的车库里面 有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跑车 是的 卖起 没有错 现在我们就把这辆草跑车 据为己有 现在我要打算进去偷到他的钥匙 你在这里等我 防止有外人进入这个地方 或者有人跟踪我 好的节节 我一定会在外面把守你的安全 是时候该进入了这个村民的家里面了 在他的箱子里面有他车库的钥匙 我需要轻轻的不要发出任何响声 从他带走他的钥匙 并且拿到复制钥匙的地方 我要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 这样 我可以把他原来的钥匙放回他原来那里 当他看见他自己钥匙还在的时候 一定不会担心他的跑车已经被丢掉了 好了 现在我已经成功的复制了他的钥匙 是时候该把村民的钥匙物归原主吗 还给他放到原来的地方 就是这个箱子里面 现在我需要进入他的车库 我已经获得了汽车启动的钥匙 现在我们进入车辆 麦琪快点过来 我们马上就可以启动汽车前去乘风破浪了 太好了 姐姐 我一直想拥有一辆这样的跑车 今天我们终于实现了 我们又有很多的精条 又有喜欢的跑车 快别说那么多了 首先我们先要驾驶汽车离开这个地方 待在这里会非常的危险 这是一扇非常神奇的大门 所有的动物或者物品从里面出来 都会变成特别的巨大 快看这位村民 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巨人哦 姐姐这个门简直太神奇了 他从这个门里出来 他就变成了一位巨人 这真的是太搞笑了 我也想尝试一下变成这个巨人 是吗 麦琪 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不不不节节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有意思 我要去试一下 这里面非常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希望我在里面不会经受各种各样 预料不到的灾难 好吧 那我就在这里等一下麦琪 我相信这一切一定会像麦琪想的那样 轻松简单 希望他没有别的变故 我不不不不 我的天呐 麦琪你竟然变得如此之大 我现在甚至没有你的脚丫子高呢 好吧 你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绿巨人 我的妈呀 麦琪简直太恐怖了 姐姐 你的身高怎么那么小呢 在我的眼里 你好像是一只蚂蚁 麦琪你在走入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地面都在震动 这简直太恐怖了 Oh my God 所有的鸟 都在我的脸前飞来飞去的 我的高度 甚至和那些天空中的小鸟一样高 说实话 麦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你 但是我希望你还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还好 我这里有一瓶神奇药水 帮你恢复身高 好的姐姐 我愿意恢复到以前的身高 还是喜欢跟你一样高 刚才那样真的是太高了 不过真的是挺好奇 挺好玩的 哈哈哈哈 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现在我终于恢复了 对了 麦琪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我们可以试着 把我们手中的食物的变大 Oh 这太好了 麦琪这太好了 这一个食物 如果它可以变大的话 就足够更多人的食用 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大更厉害的食物了 是啊 那真是太好了 麦琪你把它的门推开 为此我要搭建一条铁轨 并且在铁轨上放上一个小推车 可以帮助我们运送食物 麦琪一定要坚持住 千万不要让门关上 如果关上把我关里面的话 我可能就变成了那个巨型人 铁轨运送铁轨已经做好了 只要我在上面放上一个手推车 把饼干放到箱子里面 它就可以顺利的进入门里 希望这一切可以顺利 麦琪 是的麦节节 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 等那辆手推车出来以后 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饼干 而且我们还可以变大更多更多的东西 现在我们能做的 只能待着这里 静静的等待小推车从里面出来 小推车把我的箱子推出来了 但是这好像并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麦琪你看一下 要不要打开箱子来看一看 哦 这节我们获得了一个更大的饼干 我的天哪 看这个更大的饼干 吸引来了更多的村民 我们想要购买你们这一个饼干 它真的是太大了 我们没有吃过这样的饼干 可以卖给我们吗 我们可以给你足够多的翡翠宝石 太好了 我们愿意和你们交换 现在这一个饼干就属于你们了 太好了 姐姐 我们不费吹灰之力的 就获得了更大的 更多的祖母绿宝石 这些宝石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勇余 我想我们还可以变大更多的东西 等等 我好像看到了一只鸡 什么姐姐 你打算把这只鸡 放到你的小推车里面吗 如果这只鸡进去再出来了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怪兽 我想应该不会的 这一只鸡可能会变成一只巨鸡 希望它可以变得很大吧 这真的是太好了 也许我们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麦琪说实话 我非常好奇这只小鸡变大 会是什么样子的 麦琪快看它要出来了 哦不不不 我的天哪 快看这只小鸡变得非常的巨大 它甚至比我们都大很多 这一切看起来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它还在慢慢的变大 哦 这只小鸡它不会攻击我们吧 也许它会感谢我们 我们将它变得这么的大 这只小鸡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恐龙 它飞走了 好吧 这一切简直太神奇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鸡 在天上飞来飞去 哦 对了 麦琪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在我家的柜子里面 有一两个玩具模型 是一个房子的模型 或许我们把这个模型放在小推车里面 并且把它放到变大门里面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房子 这样我们就不用新建别的建筑了 通过这个巨大门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家 哦 就是这两个 太好了 我相信这一切一定会可以实现的 是吧 姐姐 我也希望它可以真的实现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变大门这里 把我的两个小房子 放在了这个小推车里面 现在可以出发了 麦琪你把门打开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特别着急 想看到这两个小玩具变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 我觉得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因为它会把这两个小小的模型 建造成一个巨大的房子 希望我们可以成功 并且 我们的房子一定会变得特别的豪华 我担心这些房子会变大 以后我们就拿不出来 等等这个门现在正在开了 很好 现在手推车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非常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它还把我们原来的小模型发丢 哦 买嘎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房子已经变出来了 姐姐 你在这里等等我 现在我就把房子放在旁边的空地上 Oh my god 这简直是一栋豪华的别墅了 姐姐快点过来看 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家吧 我们的真的是太幸运了 又有了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家 全部是用鹅卵石材质打造的房间 而且这样的房间会特别的坚硬 而且牢固 麦奇说实话 我到目前为止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样 房间里面应有静影 这些就是我们的生活区域 包括这里太好了 麦奇这样大的一个房间 足够我们两个人居住了 而且在我们房子的二楼 还有一个巨大的平台 在这里甚至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村子的面貌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 这简直太好了 麦奇或许我们可以召集我们村子里面 所有的村民 在这里召开一个party 这里简直跟舞 梦想当中的房子一模一样 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召集所有的村民了 好呀好呀 节节我们又可以组织聚会了 嘿 村民大哥 你在家干嘛呢 希望你们可以去参加我们新房子的party 是吗 太好了 你们又有新房子了 对呀 我们要举办这个世界上最豪华的party 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过来 现在我就带你们前往我的家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豪华别墅 哇你们的别墅简直太豪华了 看起来就像是顶级富豪居住的房子 村民大哥真是过奖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你们二楼的小阳台 在这里我会给大家摆上各种各样的吃食 希望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 以后经常能来我们家 太好了 今天真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村民注意 村落航天局的宇航员发现 外太空又大量隐士正向我们的村落逼近 没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因为之前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一个避难所 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还有生存的可能 俊哥你听见了刚刚电视上说 我们的村落马上就要遭遇陨石的袭击了 是的铁柱你没有听错 这真的太可怕了 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我可不想就这样狗带掉 我还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完成 铁柱让我们先出去观察一下 天呐我现在都已经能看见那几个巨大陨石了 我们急需做点什么让我们建一个地下掩体 当然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能不建造它 正如新闻主播所说的就算的现在逃离 也不可能躲过陨石的袭击 因为他们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跑及时找到合适的地方 建造一个可以抵御这次灾难的避难所 俊哥幸好我们有一个放置很多固体材料的仓 有了这些我们建造避难所的材料 就完全够用 是的铁柱让我们快点把这些箱子的东西全都拿了 太好了没想到里面居然又这么多的灾 好了现在材料拿完 让我们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避难所 好的就是这里根据这个地理位置 和我们脚下的土地松弛度非常适合 俊哥如果这些陨石太大 就没什么能救予 铁柱这个我也说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肯定会躲待 让我先在这里利用岛头挖掘出一个地盘 当然尽量把这个地盘挖掘得深入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隔壁灾难 像这个深度就算差不多了 现在让我们朝着周围扩展一些空间 要知道我们会建造很多的房间 俊哥终于把这个避难所的基础给建造完成了 是的铁柱但是我们还不能高兴的太早 那些巨大的陨石正在快速的砸向我们的村庄 俊哥我们应该从什么开始 我想我们应该从更换墙壁开始 我们需要让它们坚固耐用 用金块做墙壁怎么样 金块是个好主意 它们很强大能提供强大的保护 让我先把这面要放置的地方挖掘一下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井块放置进去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到地板上 这样掩体就会非常的坚固 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没错我们不能冒险 一旦墙壁和地板完成 我们应该仔细检查一下 一切确保没有弱物 俊哥你觉得添加一些窗口怎么样 铁柱这个建议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用蓝色玻璃 好的就是这样 我们已经完成了延体猪食设置 剩下的就是来排放一些生活的必需家具 好的俊哥那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前往家具店 俊哥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非常齐全的家具店 您好商人 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家具 您好请问你看什么那些家具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你们有足够的钱买这些东西 天的俊哥刚刚我看阿里一些我们的情报 压根不可能购买这么多的东西 好了村民 我知道你没有钱 但如果你帮我我愿意帮你 有个养蜂场离这儿部 那里面出产最美味的蜂屋 如果你把它带给我 我可以免费给你家具 太好了俊哥他给我们的任务病毒 我以为会是杀死北海军 或从天上得到一颗星星 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蜂蜜 这样我们很快就能用到全新的家具 俊哥快看那里有个山洞 是的铁柱 我想这里就是蜜蜂的洞群 我以为他们是被驯化 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全都是野生 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要知道这些野生的蜜蜂也都是很危险的 有了铁柱 我记得白博士给过我们防护服 我们快点把那个穿上 这样任何蜜蜂都无法刺穿防护服 好的像这个样子就可以进去了 俊哥快看这里面有好多的蜂蜜 我们快点把这些全都带走 用它去换家具 铁柱这些蜂蜜完全够了 不要再拿了 要不然这些蜜蜂会生气的 遭了俊哥那些蜜蜂发现我们了 是的铁柱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千万不要让这些蜜蜂闸荡 不然的话你会有中毒的危险 天尼俊哥这些蜜蜂真的是太多 我现在感觉我的防护服有些没有用了 铁柱我们快点进入水中 这些就可以躲避了 太好了俊哥那些蜜蜂真的离开 你好伤人这是你要的蜂蜜 快点把我们需要的家具给我 那个可怕的陨石就快要降落到 好的村民 我这就把家具给你 俊哥我们终于拿到家具了 现在赶快回去布置 终于回来了让我看看 我们应该从什么开始 我想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厕所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我们给他找个好地方 俊哥厕所应该在方便的位置 一旦就位我们就可以去除草 一个漂亮的水槽 下面有一些橱子 铁柱是完美的 下面有橱柜的水槽 会给我们空间 存放我们所有的洗漱用品 并保留台面 好的像这个样子 一个完美的洗净间就算建成 好了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建造其他房间了 俊哥我们终于把避难所建造成功了 是的铁柱 这样我们就可以躲在里面 一直等到那个可怕的灾难过去 谢谢